春期冷暖宿世间白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 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 一个故事 不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婆媳矛盾 对于婆婆和儿媳来说 相处都是困难的 婆婆希望儿媳能够听她的话 事事顺从孝顺自己 并照顾好自己的儿子 媳妇则希望成为自己小家的主人 不希望婆婆总是插手自己的生活 大多数婆媳矛盾的恶化 都发生在儿媳怀孕生产期间 怀孕让女人内心变得敏感而脆弱 是女人最需要帮助和照顾的时期 有的婆婆就会在这个阶段拿捏儿媳 想让儿媳听话 逼迫儿媳就范 强化自己在家里的权威 如果这个阶段丈夫不作为的话 月子里婆媳之间接下的丑 可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 柳娜最近被弟弟接回了娘家 是弟弟主动提出要接姐姐回家的 她对自己母亲说 要不把姐姐接回来 姐姐就要被逼死了 姐姐死了你就没闺女了 一年前柳娜生下了女儿 落下了一身的病 孩子一周睡了体重才13斤 认识柳娜的人都说 这孩子就是太虚弱了 被婆家欺负成这样 原来白净漂亮的姑娘现在满脸辣谎 风都能吹倒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婆婆并不喜欢柳娜 在柳娜之前 婆婆一直希望儿子秦刚 能和她看好的姑娘在一起 可秦刚在回到家乡工作的第一天 发现中学时的女神柳娜 居然还单身 心里就已经认定了柳娜 并发起攻势 所以很排斥母亲介绍的那个姑娘 等秦刚把柳娜领到母亲面前 婆婆看着漂亮的柳娜 心里已经怪罪开了柳娜 认为是柳娜勾引了自己的儿子 才让儿子不认可她介绍的姑娘 可秦刚像吃了衬托一样 铁了心要跟柳娜好 还说如果母亲敢去找柳娜 她就搬出去另外租房子住 心疼秦刚的母亲只能就范 答应了秦刚和柳娜的婚事 不过母亲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结婚后又要跟公婆住在一起 小两口的工资要一直放在她那里 由她来统一支配 秦刚为了尽快的与柳娜结婚 就自作主张的答应了 婚后第二天一大早 婆婆就敲开小两口的房门 让两人上交工资卡 秦刚很自觉的交了柳娜很不情愿 秦刚对柳娜说 给我妈是我答应过的 听秦刚这么说 柳娜也不好再坚持 等婆婆出门之后秦刚又说 这是我妈答应我娶你的条件 换来我们两个人能结婚 我觉得还挺值得 柳娜当时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也想不出哪里怪 因为她一直就是一个乖乖女 一旦有人帮她做决定 她也就懒得动脑子 再想问题了 婚后的生活 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 除了不能随心所欲地 买自己喜欢的衣服 吃自己喜欢的食物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一回家就要做饭 吃完就要洗碗 卫生要打扫 衣服要熨烫等家务 这样的生活 恐怕换一个女人 都很难忍受下来的 但柳娜忍了 她的性格就是欺视宁人 不想起冲突 宁可把自己憋到难受 这一点婆婆也看出来了 更是变本加烈地对待柳娜 直到柳娜怀孕 柳娜怀孕了 这在秦刚家是一件大事 秦刚家已经三代单传了 公婆对孙子的急切期盼 让柳娜压力很大 那段时间 婆婆包揽了全部的家务 还给柳娜做很多 她认为好吃的东西 可柳娜吃什么就吐什么 婆婆还是压着她吃下 说柳娜不能那么娇气 她不吃她的孙子要吃啊 好不容易熬过了 最难受的阶段 婆婆说柳娜的她已经稳了 现在就要多活动活动 到手好生 家务活绝又回到柳娜的手中 每天的饭还是柳娜在做 衣服还是柳娜在洗 卫生也还是柳娜在打扫 一直到柳娜快生的那天上午 她还在给婆婆洗 床上的床单 备照 诊经等生活用品 下午柳娜就进了医院 产前的阵痛 把柳娜折磨得死去活来 她是再忍受不了了 想让老公同意她抛妇产 秦刚去找婆婆商量 婆婆说还是坚持一下顺产 顺产对孩子好 抛妇产还要花那么多钱 可柳娜的生产并不顺利 因为胎位不振 还多圈 几带绕境 医生也建议抛妇产 可婆婆坚持说 私医院想多增加点收益 哪有女生不能自己生的 秦刚在一旁 急得没有办法 除了争取到和柳娜结婚的机会 她的一切都是母亲在料理 想让妻的抛妇产减轻痛苦 可她连一分钱都掏不出来 直到医生过来再次通报情况的严重性 婆婆才通议了抛妇产 比她的预算多花了上万块钱 可是当柳娜拼命的生下的那个孩子 让婆婆看了一眼之后 婆婆气哼哼的转身离开了医院 很不幸 柳娜生了一个女儿 在医院躺了半个月 婆婆从来都没有来过医院 吃的喝的都是柳娜的母亲和弟弟送过来的 柳娜弟弟见了秦刚 刚气的想要做她被柳娜病泱泱的支住了 等柳娜快出院的时候 婆婆终于来了 柳娜母亲气的和婆婆吵了几句 婆婆却说谁叫她肚子不争气呢 本来母亲想接柳娜回家坐月子 可柳娜怕婆婆和秦刚不高兴 还是回了婆家 在医院里刚生完孩子 婆婆就是那般的对待 回到家里 柳娜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呢 结果可想而知 在当地自爱生完孩的12天 亲戚朋友送面的习俗 有送礼物的 也有送钱的 柳娜心想如果娘家送了钱 就自己留下来 婆婆不给做好吃的 自己可以叫外卖 谁能想到 柳娜刚把娘家亲戚送了5000块钱 压在自己的枕头之下 转眼就被婆婆偷偷拿走了 柳娜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那是我娘家给的礼金 你凭什么拿走 婆婆却说 你人都是我家的 钱不也是吗 再说你自己抛妇产 花了我那么多钱 你不知道吗 你还差5000多呢 也没见哪个女人生了孩子 像你这样矫情的 便宜的不升 贵的升 秦昂也被婆媳二人的争吵 吵烦了 美好气的冲着柳娜吼道 吼什么呀 我妈拿了这个钱 也是用在你身上呀 这一句话一出 柳娜真的闭上了嘴 从那之后 柳娜吃东西开始不消化了 吃什么拉什么 乳质也越来越少 孩子把主头都引出血来了 可还是胃不饱 而且吃完奶也会拉肚子 整个月子坐下来 柳娜整整瘦了40斤 比生孩子之前还要瘦 更让人担心的是 柳娜的神情完全变了 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话也越来越少 整个人默默呆呆的 大多数时间都是看着孩子发愣 也只有看向孩子时 脸上才有一些神采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脸上好像在慢慢地恢复正常 但话依旧很少 只有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是真的很开心的 但他却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在孩子一周睡那天 弟弟抱着只有十三斤正的外孙女 再看看像纸片一样的姐姐 勉强扯着嘴角微笑的样子 实在忍不住了 他对母亲说 把姐姐接回家吧 要不然他都快要逼死了 他死了你就没有闺女了 柳娜母亲这才不顾秦刚的反对 把柳娜带回了家 在家里调整了快一年 柳娜终于好了 这时婆婆也来催她回家了 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弟弟忍不了了 直接就骂了起来 看着弟弟开始找东西的架势 婆婆也是怕了 一流烟的就跑没影了 弟弟拉着柳娜的手说 姐你不用怕 离了婚我养你 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谁也不行 最后这段婚姻也就这样结束了 一段婚姻的维系 按理说只要夫妻二人同心就可以 但现实却掺杂了很多夫妻之外的因素 给这段婚姻造成阻碍 尤其是婆媳关系 对婚姻的影响很大 所以婚姻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 都要记住自己应该在的位置 公婆要把习惯性维护儿子的手收回 丈夫要将依赖父母的心收回 要有担当 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 要做好婆媳关系的润滑剂 妻子也要有勇气维护自己的家庭 只有一家人都以真诚和善意相待 婚姻才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护 一家人才能够和美幸福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